这天早上,大刚买完鸡蛋饼,准备大口朵移之时,忽然一个女孩出现在她面前,女孩叫林静,她告诉大刚,如果请她吃一个鸡蛋饼,自己就让大刚亲一下,善良老实的大刚得知林静很长时间没吃饭后,就很大方地请她吃了12个鸡蛋饼,林静在吃完鸡蛋饼后,大刚却没有沾林静便宜地打算,让林静不禁对她大声好感,之后大刚也负责起了林静的饭食,在慢慢地相处中, 大刚开始对林静动了感情,林静在明知自己不喜欢大刚的情况下,还是和大刚结婚了,而在结婚后,林静就和大刚分别,选择到大城市去工作,见惯了大城市的灯红酒浴后,林静的内心也是变得越来越快,当大刚到大城市找她时,她已经开始嫌弃大刚没见识没前途了,大刚也在得知林静的内心,以及明白她和林静的距离越来越远后,很干脆地选择和她离婚,离婚后林静 嫁给了一个富豪,可富豪为了自己的生意能继续下去,最后还是抛弃了林静,这时候林静才明白,大刚才是唯一爱她的人,所以回到老家的林静,再次看到大刚时,笃定地认为,大刚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结婚,就是在等着她 可面对林静的自信和自恋,大刚的一句话,却让她当场傻眼 我也不想再走了,我愿意留下来照顾妈,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 我,我真是没想到,你还能说出这句话,用你这句话,这么多年,我就算没白等 大刚,我会用以后的日子来匿补你的 对不起 我不是跟你结婚 不是我 你知道昨天晚上,在火车上,我是在给谁打电话吗 我问了你,你没说 是给我的未婚妻 我在电话里向她求了婚,她也答应了我 我们打算,下个月就把婚结了 宁愿是一个稀乱过着航门阔台生活的女人,可她却嫁给了普普通通的丁人间 每天都为生活的琐事而烦恼着,终于在看《轻丁人间》没有大理想后 选择和丁人间的同学唐小刚在一起,作为上市公司的老总,唐小刚就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的人设 在得知妻子和自己的同学搞到一起后,丁人间也是很无奈的选择离婚 离婚后,丁月却是过上了豪门阔台的生活 然而唐小刚取她的目的,却只是为了得到她而已 在经过唐小刚不断的折磨后,丁月终于是忍受不住了,跟唐小刚提出离婚的想法 可唐小刚的一句话却让她绝望了 没办法之下,丁月只能借儿子之名,约丁人间出来一家团聚 想办法和丁人间走到一起,怎料丁人间在家庭团聚上,竟带着她的女朋友前来 当丁月开口想和丁人间复合时,丁人间的反应让她当场愣住了 走啊 你愿意嫁给我,做我太太 这是什么东西我求的 我丁人间,现在没存款,没房,还没有钻戒 浪漫的话,我也不会说一句,你,愿不愿意嫁给我,走 我愿意 快撞一下 没事,我喜欢她 这天汤小蜜叽叽女妹妹放学,刚到家中,竟发现妹妹的琪妈张慧正在家里做客 看到曾经抛弃自己丈夫和女儿的女人,汤小蜜也是有点摸不着脑袋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从国外回来 当看到张慧在家里俨然是一女主人的身份自居后,汤小蜜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原来张慧这次回国,就是被老外给抛弃了,回想起前夫梁三江对她的好后,决定回国找她复合 就算她已经再婚了,也要将她这段婚姻拆散,重新和她在一起,面对张慧赤裸裸的目的 梁三江并没有动摇对汤小蜜的爱,汤小蜜也是牢牢地抓住梁三江,丝毫不给张慧得逞的机会 张慧也在正面目被识破后,开门见善地告诉梁三江,自己想和她复合 她相信梁三江依旧是爱着她的,而且还污蔑汤小蜜嫁给梁三江的目的不纯 面对张慧的挑衅,汤小蜜也是毫不留情地反击回去 在看到张慧说得越来越过分后,梁三江非常笃定的一句话,让张慧当场落泪了 张慧,我想最后一次正种歧视地告诉你,别白费心思了 我和汤小蜜永远不可能分开 走吧 梁三江,你今天要是做的话,就死给你看 你慢慢折腾吧,你用你的自由 三江